大家好,我是一夜 特朗普和拜登开始政权交接了 拜登的内阁人选也见词亮相了 除了国务卿布林肯分量最重的 要属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苏利文 一年前,苏利文在《外交事务》杂志上 发表过一篇5000多字的长文 叫做《 competition without a catastrophe》 《没有灾难的竞争》 详述了他对中美关系的思考 我觉得这篇包含了巨大信息量的文章 可以看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 一个指导性文件 所以值得我们认真分析一下 苏利文在开头就说 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共识 过去40年,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了 美国一直基于接触政策 试图改变中国,满足其战略利益 追求经济、技术、文化等 全方位的利益最大化 但是近年来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 对华接触政策不仅没有达到美国的战略目的 反而为美国制造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 所谓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失败的论调 是重新时期冷战思维 完全否定了中美交往几十年取得的成果 不仅是对历史进程的无知 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的不尊重 苏利文认为对华接触政策失败了 但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所谓的战略竞争对手呢 他也不赞同 他在文中质问说 什么叫战略竞争对手啊 任何一个事呢 加上战略两个字好像就说不清楚了 比如说战略忍耐 到底怎么忍 又忍到什么时候呢 再比如说战略模糊 是行还是不行 到底释放什么信号呢 所以和中国战略竞争的话 美国打算怎么竞争呢 又希望求得何种结果呢 除了战略竞争呢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 新冷战这个说法也被各方吵得沸沸扬扬 苏利文也认为 中美不应该滑向冷战 他说相比于苏联呢 中国在经济上更强大 在外交上更老练 在意识形态上更为灵活 此外呢 中国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 成为了全球三分之二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 而且中美的经济呢 也交织在了一起 还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 例如气候变化 经济危机和扩散等等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对手 采取遏制这一招啊 苏利文觉得不现实 也不会奏效 那么不搞对华接触政策 不搞战略竞争 也不搞新冷战 中美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呢 苏利文又给出了一个词 coexistence 共存 他说尽管中美之间有许多分歧 但是互相呢 都得承认另一个大国的存在 美国的目标呢 应该是在军事 经济 政治和全球治理 这四个关键领域 和中国建立有利的共存条件 在不引发类似美苏对抗的情况下 确保美国的利益 苏利文对中美当下关系的认识啊 和中国资深外交官赋银 24号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观点 倒是有些相近 赋银的文章呢 叫做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 文章从经济和技术 政治安全以及全球合作这四个层面 阐述了中美双方的 近和关系和相处之道 被认为是向美方喊话 重新激活中美关系 美国的对华政策 拜登和国务卿提名人选布林肯 在讲话当中呢 实有提及 但是没有做过非常全面的一个论述 倒是苏利文的这篇文章呢 较为完整的讲述了 如何和中国打交道 展开讲之前呢 先简单介绍一下 苏利文这个人啊 他很年轻 只有44岁 是耶鲁和牛津毕业的高材生 希拉里呢 赞他脑子好又可靠 甚至预言他未来啊 能够竞选总统 拜登则说 苏利文呢 能够在复杂的事务当中 找到自己的新观点 国安顾问和国务卿 国防部长 并称为美国国安领域的三驾马车 那么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呢 都担任过这一要职 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基辛格和布瑞金斯基 还有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军方老将凯利和博尔顿 相比于这些资深人士呢 年轻的苏利文会提出怎样的对华政策呢 第一 军事上加强危机管控 确保美军威慑力 苏利文认为啊 中美可能的军事冲突在南海 东海台海和朝鲜半岛这四个方向上 而风险最大的呢是台海和南海 在台湾问题上 苏利文觉得最好就是维持现状 他的这个想法呢 和拜登是不谋而合的 拜登曾经在华盛顿邮报撰文 评论过台湾问题 拜登认为美国对台要保持战略模糊 就是说美国保留使用 武力保卫台湾的权利 但是对于到底会不会干预台海 保持沉默 苏利文在文章当中建议 中美之间呢 应该要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加强危机管控能力 他提到了1972年 美苏两国签署的海上事件协议 就是为了避免相互误解导致的擦枪走火 苏利文不想美国与中国 发生真刀真枪的冲突 但是呢 他也认为美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威慑力 他建议在印太地区保持军事存在 但是最好呢 不要用昂贵的航母 而是用成本低一点的 例如无人舰载攻击机 无人水下航行器 巡航导弹潜艇等等 保持威慑即可 第二 经济科技上苦练内功 重回多边 和美苏的军事对抗不一样 中美之间的竞争呢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 苏利文表示啊 美国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 斯普特尼克时刻 斯普特尼克时刻呢 指的是1957年 苏联向太空发射了 斯普特尼克号人造卫星 这事件啊 强烈的刺激了美国公众的神经 所以他的言下之意就是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 已经让美国人民大受刺激了 那美国该怎么做呢 苏利文说啊 首先美国要提高自身的实力 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生物技术 人工智能和计算能力 还要加大投资教育 提高美国人的实力和素质 其次呢 在经济方面 苏利文表示 美国要和盟友建立互惠关系 并且设立一系列新的标准 换句话说 美国想要建一个新的经济群 然后搞一些新的群规 这些群规呢 可能是对我们不利的 不公平的 但是美国会坚持要求我们去遵守 除此之外呢 美国还可能想和中国一对一的 搞一些新规定 第三 苏利文还认为啊 美国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科技优势 但是他特地批评了特朗普 在打压华为上的做法 当然了 他不是说打压不对啊 而是说没打压好 他说美国呢 应该和盟友协调好 甚至准备好替代产品 那就比较容易打压了 所以联合盟友通过多边机制 以对华强硬 这个概念呢 将会成为拜登政府 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思想之一 第三 意识形态上加大价值观输出力度 一说到民主人权等问题啊 苏利文的这篇文章呢 也立刻戴起了有色眼镜 批评我们的政治体制 拿新疆说事 我觉得在打民主牌 人权牌 搞意识形态方面呢 拜登政府啊 肯定要比特朗普政府的手段高明的多 言语呢 也会包装的更漂亮 这是民主党向来很擅长的 苏利文拿一带一路做了个例子 他说美国啊 不要在每一条路 每一座桥 每一个港口上去和中国针锋相对 那美国去说服其他国家的时候呢 要提供自己的积极建议啊 要说我是为了支持增长 支持发展 支持自由 而不要说我是为了反中 他再次批评了特朗普政府的做法 说他们在拉丁美洲援引门罗主义 在非洲发表反中言论 这些做法效果都不好 让别的国家觉得美国只是在利用他们和中国竞争 和富盈强调的以合作为主 鼓励健康竞争不同呢 苏利文强调的是 竞争多过合作 他在文中啊 还用了另外一个词 routine 常规 意思就是说 美国未来可不是偶尔打打人权牌 民主牌 而是将会持续打 不断打 大家还记得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时候 很多人有一种乐观情绪嘛 觉得特朗普是个商人 应该更好对付 但是呢 这种乐观情绪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 如今呢 很多人觉得拜登政府可能更理智 但是从苏利文的这篇文章来看啊 也许是更理智 但是也极有可能意味着更难对付 其实不管美国政府谁上台 内外政策如儿戏般的招令西改 对中国而言啊 我觉得还是那两句老话 第一呢 保持开放 只要有利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我们都要敞开怀抱欢迎 第二呢 保持定力 按照中国自己的规划和节奏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 这两点做好了 任他东西南北风 我们必能行稳致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